记者罗琳云综合报道 美剧决命毒师Breaking That 2013年波比最终记横扫五座爱美奖风光落幕 时隔四年 粉丝人对一手打造毒品帝国的化学老师老白布莱恩克雷斯顿 Brian Cronston 念念不忘 剧中老白的家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 至今游客络绎不绝 带给屋主极大困扰 打算献起六尺高 约180公分 的铁栅栏隔绝这些疯狂游客 绝命毒师男主角老白华特怀特的家美联社 剧中老白被老婆锁在家门外 不得其门而入的他气冲冲把披萨甩上屋顶 成为和老婆感情破裂象征性的一幕 却引起粉丝疯狂朝圣仿效 真正的屋主乔安宽塔纳不堪其扰 控诉这些年来游客多到算不过来 不仅丢披萨还会偷走石头当纪念品 更夸张的还要求屋主车库关起来 不要入境 就是要拍出原汁原味的模仿照 在我的地盘里教我要干嘛 屋主说这简直太荒谬 他们也不敢远行 好像一离开家就会发生什么事一样 布莱恩克雷斯顿将披萨丢上屋顶 粉丝至今人仿效 翻射自AMC 决命读诗制作人文斯吉利根出面 呼吁粉丝收敛自己的行为 把披萨丢到女士家的屋顶上一点都不酷 也不有气 你也不是第一个想到的 我们很爱 我们的粉丝 但是会做出这种事的 我不认为他们称得上粉丝 而屋主已经决定要见六尺高的铁栅栏 把这些不守规矩的游客隔绝在外 言不见为敬 决命读诗两个男主角老白华特怀特 左杰西平克曼的家都成为现实中热门景点 美联社